老年人可以种植牙吗 那么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也关心 因为老年朋友是牙齿缺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群体 那么老年朋友能不能做种植牙 我们要考虑几个因素 那么人的机体在随着年龄的正常以后 它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老化 有些老年病会出现 但是并不一定说年纪大了 它就一定会出现这些疾病 比如说有些人有高血压 有些人没有高血压 那么如果有高血压 有糖尿病这些疾病的话 我们通过一些治疗可以控制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局部的牙巢骨也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退缩 或者是萎缩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术来校正局部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骨量的情况 通过骨增量 软组织不够通过软组织增量 所以目前来讲 老年人能否进行种植治疗 这个来我们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绝大多数可以进行种植治疗 国外的80多岁 90多岁进行种植治疗的人 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我们技术越来越高 提高了以后 我们的老百姓的身体状况 也去越来越好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做种植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